天落的好水 其实是 男人的巴塞 向惠玲 过年的巴塞 加入新东家 向惠玲最新台语专辑 过年的巴塞 好记唱片 好记忧 那在刚刚提到的贵人当中呢 要提到一个 大家很熟悉的 就是呢 我们在 大概七八年前呢 惠玲的专辑里面呢 一整张呢 都是跟她合唱 跟她对唱的 就是我们的 袁小迪 小迪哥 她也是我们 台语歌坛的 号称情歌浪子 我记得呢 我七八年前那时候 第一次看到小迪哥的时候 他戴着一个墨镜 穿着一个大衣 看起来好酷哦 然后我都不敢接近他 因为那时候呢 我年纪还小 我就觉得 哇 他看起来好严肃 好有距离哦 但是呢 后来呢 经过几次的接触 然后呢 小迪哥呢 其实他把墨镜拿下来 大衣脱掉之后 其实他是很亲近 很 很亲切的 然后除了呢 在工作上面呢 他会给我很多很多的建议 那当然呢 很多的演出机会 演出场合呢 他都会推荐我 所以呢 他算是呢 我在事业上的一个 很重要的贵人 那除了在事业上呢 他对我的提息 对我的帮忙 在私底下呢 其实经过这几年的接触呢 我觉得 现在的我们就好像 好像一家人一样 我们平常呢 也会出去吃饭啊 然后呢 有时候呢 因为小迪哥呢 大家应该都有耳闻 他的酒量很好 所以有时候呢 会跟他一起 喝喝小酒 然后呢 聊聊心事 那我觉得呢 他 因为毕竟他是过来人 他不管在感情上面啊 或是在人生的各个层面呢 他的历练都非常的丰富 所以说呢 从他的身上呢 我可以得到很多很多的经验 包括呢 不管是感情啊 他可以跟我说 哎呦 你要找朋友 你要找什么样子的 哎呦 比较实在的啦 不要找那种花言巧语的啦 你好 吹来 后来 如果你要跟朋友 你先带来 让我看 我看过太多人了 我只要 哎呦 只要看 看一眼 我就知道呢 这个人呢 值不值得你跟他交往 所以呢 不管呢 不管呢 是在感情方面啊 或是人生方面 我有遇到任何的问题呢 我都会想说 哎 先打电话给小笛哥 问他 这样做得好 啊 哎 这个男生好吗 可以跟他交往吗 所以呢 小笛哥呢 算是我的 呃 人生当中的 一个很重要的军师 呃 也谢谢他呢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提息了我很多 教导了我很多 谢谢老天爷 总是安排这么多的贵人 来帮助我 让我完成更多更多的事情 最后呢 来安排这首歌呢 刚好 刚刚有提到爱情 爱情这两天 讲起来很简单耶 但是呢 嗯 要经历那个过程 其实是很多 很复杂的 但是需要呢 每个人呢 都亲身去体验一回 这首歌 新专辑里面的 第二首歌叫做 能力爱情 两次爱情 在这听这首歌进行 要先跟大家说一声 再见咯 下个礼拜不要忘记哦 礼拜六晚上九点 一定要在持续锁定 我们绿色和平电台 FM97.3 周末音乐送 下礼拜见 拜拜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三個風中曬 她在背 孤單心吹吹天花 為她愛著露天 冰雪來出賣 用青春我來 哭我受罪 當初說你愛我 一生一世 我胖子心肝 憂我沒教授 雙心你講的話 對我濃縱無歡呼 我青秋背影 東東北一輝 雙你愛情啊 憂我一生一世 射出你一生對我 運流的一面 露水情分真一世 心力感感送 你愛情啊 憂我一生 我愛情啊 憂我一生 盛 pink это comey 我愛情真正 孤單心水創天花 唯一愛嬌露天 冰世來修佩 用情創我來口受罪 當初講你愛我 一生一生 冰胖子心肝有我不會過世 相信你講的話 對冰冷藏無犯規 冰青青白影 冬冬冰冰冰 冰冰愛情啊 冰冰生一生 改了雪 滴聲 冰冰愛神 冰冰切 乎嗎 冰冰冰我 溅冰冰冰 visual 霍冰冰冰冰 倩慕誰一隻 射出你那間地人 援流的一邊 露水情分這麼二點 心也不改善 你愛情愛 援富翅一隻 你愛情愛 援富翅一隻 天下的貨水 其實是男人的馬賽 向惠玲 援流的馬賽 讓你甘的菜 賀水的由來 它是援流的馬賽 求真愛吃菜 以芳菜 思念相親的所在 加入新東家 向惠玲最新台語專輯 援流的馬賽 好幾唱片 好幾喔 加油